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盆地 然后新北市 基隆市 以及台东县 那么花莲县 然后当然还有包括了高雄市 都可能会出现36度 37度 甚至于像花莲会出现38度的高温 我想这几天大家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然后现在就是要做好生理准备 防晒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因为台湾终究是湿度偏高 所以同样的38度 它在相对比较干燥的地方的38度 它重点就是可要多喝水 但是在台湾湿热 可能我们不会特别觉得想要多喝水 可是体感温度又非常的高 闷的关系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边 同样的这个378度 可能它人体上面 受伤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 天气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就太平洋高压势力稍微的减弱一些 那么这就让午后 有机会形成短暂雷震雨 所以从明天开始还是热 但是午后短暂雷震雨的几率 稍微的增加了 希望下午下一场雨来焦焦暑 其实对全台湾地区的降温 是有帮助的 好所以下个礼拜会回到 典型的夏季天气 晴朗炎热 但午后有短暂雷震雨 今天还是热到底 那么北部地区白天温度 26到36度中部地区 白天温度28到34度 南部地区东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5度 那么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高雄29度 台中宜兰花莲台东澎湖28度 好在这边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这一个周日 好礼拜天6月21号 台湾呢会出现日环石 嗯我们我们我们这时候看到 月亮刚好会在那个 呃太阳的正中间 所以呢四周发出那个光芒 但中间完全的被遮盖住 那这一次可以看得到完整日环石的地带呢 包括了台湾本岛的中部地区 中部县市云林嘉宜台南高雄花莲台东 那么离岛的金门跟澎湖也能够观测到 离开了这个环石带呢 那么能够看到的是日片石 这时候就不是看到戒指一般的光芒 而是看到像C字形啊 ABC的C字形 好那日环石呢 6月21号下午2点49分开始 5点25分结束 请大家千万不可以用肉眼直视太阳 这会造成眼睛永久的损害 一定要用这个日食的时候呢 专用的墨镜 那其实很多的这个什么天文馆啊 自然科学博物馆啊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个过滤镜啊 那么请大家要利用这些过滤镜来看 这一些日环石 错过这一次要等到200年后了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跌互建的 道全工艺指数下跌了39点 刷盘指数是26,080点 跌幅0.15% 纳斯达克上涨了32点 收盘指数是9943点 涨幅0.33% S&P指数上涨了1.85点 收盘指数是3115点 涨幅0.06% 费成半导体则下跌了3.94点 收盘指数是1980.14点 跌幅0.2%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油脂油价格继续上涨 那么上涨了88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38.84美元 涨幅2.32%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80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1.51美元 涨幅1.97%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他们在联合部长级的监督委员会当中的 视讯会议当中呢强调 那么所有的会员国都必须要遵守减产协议 而5月份呢 目前呢 遵守减产协议的遵守率呢 是87% 他们已经要求没有遵照 遵照这个减产协议的国家 必须要在未来的七八月呢 补足这一个 那么当初没有减产的这一些额度 目前呢 伊拉克跟哈萨克呢 已经提出了他们的弥补的这个时程 所以呢 这些都意味着 那么现在这一次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会比过去更加的严厉 然后监督所有的会员国 要遵守协议 这个呢 对于未来的石油供应 它的这个控制力道 明显的是会好很多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黄金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则下跌了4.5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31.10美元 跌幅百分之0.26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上涨了0.29个百分点 来到97.425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之股价指数 下跌了29点 收盘指数是6224点 跌幅百分之0.47 德国弗兰克福指数下跌了100点 收盘指数是12281点 跌幅百分之0.81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下跌了37点 收盘指数是4958点 跌幅百分之0.75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是美国昨天所公布的 上周初次勤领事业就经人数 其实表现是不如预期的 虽然呢是连续第12周下滑 没有在像之前呢 动达两三百万 那么上一周初次勤领事业就经人数 有150万 但是呢预估值是说 应该要缩减到129万 结果你现在只有100 现在呢缩减到是150万 很明显的不如预期 就是你初次勤领事业就经人数 还是太高了 而且呢 那么连续勤领事业金的人数呢 也高达了2054万 这也比预估值不到2000万 明显的高出很多 显现的都是美国的就业市场 它的复苏力道 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微弱 所以呢 这影响了市场的信心 那么导致呢 美股的下跌 导致盗穷来讲啊 就是下跌的主要原因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欧美之间 那么现在呢 因为这个欧洲原本要磕增 数位税 但是呢 经过了跟美国协商了之后呢 那么决定由OECD 这个以开发国家这个组织呢 来讨论数位税 但是现在呢 美国却呛下说 要退出数位税的谈判 这是由美国财政部长明努琴呢 他致函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跟英国 那么说这个国际数位税的谈判呢 陷入僵局 那么根本就不应该再继续的谈下去 所以这也打消了呢 那么市场认为 因为本来预计是年底之前就要谈出来 如果谈不出来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个临时协议 那现在呢 恐怕是连临时协议都没有了 好 那这个消息呢 那么显然影响了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法国的财政部长呢 甚至于表明了 美国的信函是一个挑衅行为 所以呢 美国跟欧洲有可能会因为数位税 而引爆美欧之间的另一波的争执 好 那么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欧洲现在呢 为了要防止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企业入侵 所以呢 提案要对于防堵接受补贴的外国企业上面呢 那么给予更宽松的条件 那当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的政府补贴可能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而美国最近呢 对于很多企业的这些补助也可能会被认定为补贴 所以呢 这些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好 这个是美国跟欧洲跟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的竞争关系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央行呢 昨天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虽然没有任何的降息 但是呢 人就宣布要扩大量化宽松 而且一口气增加1000亿英镑的扩大量化宽松 这使得呢 今年3月以来的量化宽松呢 已经变成3000亿元 那么3月份的时候2000亿英镑 3000亿英镑啊 那么这个 在3月份的时候呢 是2000亿英镑 然后到了 这一次呢 则是再增加1000亿英镑 不过 英国的股市跟汇市显然是不领情的 我们看到呢 英国的金融18%股价指数下跌了0.47% 而英镑呢 则是对美元大幅度的贬值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所以显现呢市场其实对于英国央行扩大QE 仍旧是不领情的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巴西跟印尼 巴西呢 昨天呢宣布调降三码 降息三码 那么使得基准利率呢 降到了2.25%的历史性的新低点 这个已经是巴西央行连续第八次的降息 从去年以来 而印尼呢 则是也宣布降息一码0.25个百分点 那么使得他们的基准利率来到百分之4.25 这也是今年以来三度降息 这都凸显出现在呢 在这些开发中国家 旧经济呢 仍旧是相当的艰辛 好 所以巴西降三码 印尼降一码 不过当然他们的利率都还高 所以其实还有降息的空间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亚洲银行 他们呢 再调降了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成长率预测 预测呢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只剩下百分之0.1 这比四月份的预测呢 是明显的调降 而且呢 如果说呢 亚洲新兴国家 今年经济成长率真的只剩下百分之0.1的话 会创进60年来的最低记录 台湾的部分呢 亚洲银行呢 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从百分之1.8 降为百分之0.8 不过仍旧是四小龙当中呢 表现相对比较好的 因为呢 不管是香港 新加坡 乃至于韩国 那么亚洲银行的预测 今年都会是负成长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受到疫情的冲击 澳洲纽西安的经济呢 都来到了近期的最糟 那么澳洲所公布5月份的失业率 来到20年来的高点 好 就业市场非常的糟 而纽西安公布第一季 第一季是1到3月 最糟糕的第二季 其实还没有出现 但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纽西安已经是衰退的 那么季减百分之1.6 所以现在看起来第二季可能会更糟 所以纽西安可能会出现连续两季的负成长 而出现了属于在政策上 从这个这个一般认定上呢 是属于这一个 是属于这个衰退的一个情况 好 另外我们来看的是新加坡的证交所 又一波的下市潮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觉得新加坡的筹资环境 并不是很好 要上市的原因是希望说股价拉高了之后呢 我其实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筹募到较多的资金 但是呢新加坡证交所的在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呢 筹资的流动性不足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企业治理的丑闻 比如说假账等等问题 使得投资人呢更加的是不放心 所以呢现在在新加坡的交易所筹资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爆发了下市潮 估计今年以来已经有九家公司呢 已经从新加坡证交所下市 这使得新加坡要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变得更加的困难 那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反而是要扶持的是上海 昨天呢在陆家嘴上海的陆家嘴举行论坛 当他们是用视讯会议 这个呢是上海呢在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会议 这里面包括了国务院金融委 还有中国人民银行 以及银保监会 还有这个证监会呢 他们呢都强调要支持上海 那么甚至于提出说 要让上海市型人民币自由兑换进出 那这个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呢 当然对于上海 其实他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 确实是有正面影响 不过要说就直接能够取代香港 恐怕还有一段距离 好我们来看这个陆港股的这个数字 上证指数呢 昨天上涨了三点 收盘指数是2939点涨幅0.12% 深圳城市上涨73点 涨幅0.65% 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了16点 收盘指数24464点 跌幅0.07% 好回到国内的部分 昨天中央银行呢 也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不过他并没有如外界所预期的降息 不过是下修了 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预测值呢是1.52% 比足迹总处的预测值稍微低了一些 那么强调第二季就会是谷底了 那么可是呢 他们这个央行总裁呢 杨金龙呢 对于干预汇率这件事情呢 反而是直批 美国才是真正的干预汇率 这里面不管是他的 每半年的汇率报告 或者是他的总统的放话 乃至于现在呢 他们FED直接购买这些企业债 这些事情呢 他都认为这是现在进行式的汇率干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广民跟惠普之间的 这个反托拉斯的案件呢 终于落幕了 广民昨天宣布跟惠普和解 可以免于130亿元的罚款 另外京电跟隆达 另外京电跟隆达 感谢观看